李董刚刚打电话给我 他将他的轮胎爆胎了 现在我们要去救他 走 哎哟 那个 Ivan 还没有来的 哎 终于等他了 等到你等很久啊 叫你买这个了哦 你看 是不是有用了哦 是哦 真的给你讲中哎 走 刚才李董打电话给我们求救的时候 他的轮胎胎压是 240 跌到 205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过后 他跌到 170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钉真的很大只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 怎样用这个来救他 很简单啊 打开这个盒子 里面有一罐补胎剂 还有一架打风机 这一个真的是很实用的东西 来 我们教大家一下怎样用 首先 如果你的轮胎真的bumped的话 你要先用这个补胎剂 这个打风机 跟这个补胎剂的后面都会有 告诉你你的轮胎尺寸是多少 你就需要用多少ml的这个补胎剂 然后他这边也有刻度给你去量 很简单的 它里面会附送一个这个头 你只是要把它接下去 然后再接来这个头里面 导入指定计量的这个补胎剂之后啊 你就可以开始打风了 来我们示范一下 就是在导入这个补胎剂之前啊 你要记得把你的轮胎 重铁钉的位置放到最下面 因为这个补胎剂倒进去之后 它会流下去去填补那个缺口 然后当你打完了这个指定数量的补胎剂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打风了 打风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看下去 接下来就是打风了 它这个打风机的这个充电口啊 都是用这个我们所谓的香烟头 所以非常的方便 而且你看它的wire线很长 所以你从头拉到这个车尾去 这个wire线的长度都不是问题 连上电源之后 就是开始打风的时候啦 连接好之后开电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打风机的打风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不需要担心等太久 这个表上面也可以看出你的车子 目前有多少的胎压 如果讲你不小心把这个胎压打太多了 也没有关系 你只需要按下这个 它就可以帮你放掉多余的胎压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用的 怎样 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好用 是哦 真的哦 拳后10分钟搞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对所有的驾驶者都是很有用的 一些女生朋友啊 他们开车在外面的时候 车子爆胎 他们没有力去把那个车子 借起来 也没有力去搬那个 spear dia 有这个的话 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然后男性的驾驶者的话 他们可能驾SUV 可能驾MPV 可能驾Picartruck 你要把那个车子JACK高 然后你要把那个大大个的轮胎搬出来 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demo 我们之前有去试拆的一个SUV的轮胎 你看小明都要JACK了那么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去拥有一套的 因为真的是很好用 很方便 对 你看刚才这样的情况下 10分钟15分钟搞定 如果是在夜晚的时候 你根本都不需要去担心 你要等很久啊什么 就这个东西直接SETTLE 讲了那么多 其实大家是不是对这个东西都很有兴趣 其实 现在要买的话是有Promotion的 只需要在AUTO TO YOUR DOCMINE上面 选购这个东西 使用Promocode AUTOMACY20 就可以享有这个20%的折扣 如果你只是对这个打风机有兴趣 你要买打风机可以 如果你要EATSET 就是打风机加普太机 也是可以 如果你要这个EATSET的东西 再加多一支补胎剂 你也是可以这样子选择 而且重点是西马的地区包油 这个优惠从即日起到11月30日哦 所以大家有兴趣 千万不要错过了 还有最后点要补充的是 今天这个车子爆胎 这个是真的突发事件 不是我们安排的 你看那个那么大支的钉插在那边 你就知道这个不可能是故意安排的 所以也是刚刚好 让我们有机会介绍这个好东西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去抢购 还有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以后我们会分享更多这种 关于知识性的东西给大家 好啦 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拜拜